明朝崇祯年间 石门县有个年轻的农夫 明焕宋条成 此人老实敦厚 干活认真 是当地有名的热心肠 村民们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宋条成有个青梅竹马 明焕王灵溪 她是镇上王牧匠的独女 相貌清秀 身上的王牧匠 身材玲珑 是个标志的大美女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甚堵 王牧匠也早已将宋条成 当成了自己的女婿 在宋条成23岁那年 王灵溪嫁给到宋家 可就在二人成婚后没多久 王灵溪的小妇微微隆起 她居然怀孕了 五个月后便产下一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故事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那天宋条成干完农活回到家 王牧匠却急匆匆跑来 一进门就说王灵溪出事了 宋条成心中一惊 立马跟着王牧匠来到他家 结果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了一阵哭喊声和摔杂东西的声音 进门后 只见王灵溪一边哭 一边摔杂家里的东西 整个人看起来疯疯癫癫 宋条成上前去栏 结果王灵溪一看到她 闹得更厉害了 宋条成没办法 只好将其环抱在怀里 动静很快吸引了街坊邻居们的围观 见王灵溪疯癫的模样 有人猜测她是重些了 王牧匠一听 脸色大变 立马出门 请来了镇上的米婆 米婆已经六十多岁了 可身体依旧很好 她只需一碗大米和一个鸡蛋 便可驱除鞋碎 在当地颇有声望 凡是家里出了怪事 都会找米婆帮忙 米婆进屋后 将所有人赶出了房间 过了好一会 王灵溪果真停止了乱叫 随后米婆走出房间 指了指宋浦成 并把她带进了房间 半炷香过后 米婆和宋条成 一脸凝重地走了出来 米婆静止来到王牧匠面前 淡淡道 灵溪这是有点棘手 最好是半场喜事 给她冲冲喜 这样就没事了 言罢 她扭头指了指宋浦成 王牧匠立马会议 走到了宋条成面前 成儿 你也听到了 如今人命关天 你和灵溪之间的婚事 就别拖了 尽早办了吧 宋条成眉头微皱 低头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重重点头 见宋条成答应 王牧匠极为高兴 立马请米婆估算良辰吉日 米婆眯起眼睛 随后淡淡道 一个月后 九月十三 四时准时出嫁 宋条成听后 脸色微变 赶忙上前 米婆 这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我怕灵溪 米婆也有些为难 毕竟近期只有这一天好日子 最后 婚期还是定在了九月十三的四时 两家人也开始准备各种成亲事宜 眨眼间婚期已至 宋条成带着迎亲队准时来到王牧匠家门口 王灵溪仿佛也恢复了清醒 身着嫁衣 缓缓走上了花轿 婚礼十分顺利 全村的人也都为二人送去了祝福 可婚后没多久 怪事就发生了 婚后不到半个月 就有人发现 王灵溪的小妇微微隆起 就像怀孕了三四个月的样子 人们起初并未在意 以为她只是吃得多 可随着时间的增长 王灵溪的肚子却越来越大 到后来也不怎么没出门了 五个月后 有人发现宋浦成找了产婆回家 人们这才发现 原来王灵溪早已怀孕 如今已经到了临盆的日子 王牧匠得知消息后 心中一惊 立马赶到了宋浦成家 刚走到门口 屋子里就传来了 一阵清脆的婴儿哭声 王牧匠不可置信地冲进房间 发现产婆已经抱着孩子出来了 还是个男孩 婚后五个月产子 说这孩子是宋浦成的 他自己都不信 王牧匠怒不可遏 想冲进房间教训女儿 却被宋浦成给拦下了 看着女婿一脸的憔悴 王牧匠十分心疼 她站在门外大骂女儿不检点 甚至放言要和她断绝妇女关系 王灵溪缩在房间里 失声痛哭 却一句都没反驳 很快 王灵溪婚后五月产子的消息 就传遍了全村 村民们纷纷为宋浦成感到不值 骂王灵溪不忠 还纷纷猜测 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王灵溪不敢出门 而宋浦成的不作为 也遭到了村民们的嘲笑 大家纷纷骂她软淡 懦夫 直到有一天 一个苦行僧路过此处 并从村民们口中 得知了王灵溪婚后五月产子的怪事 随后 苦行僧立刻来到了宋浦成家 刚走到其门口 他便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随后高呼道 天降祥瑞 真是天降祥瑞啊 僧人的一场举动 很快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大家纷纷前来围观 僧人稳定好情绪后 扣响了宋浦成家的门 过了好一会 门开了 而开门的正是抱着孩子的王灵溪 在看到母子二人后 僧人脸色大变 随后立马跪地行礼 嘴里还不断念叨着 谢致大任将士 贫僧有礼了 这一幕可惊呆了众人 就连王灵溪自己都吓了一跳 随后 僧人起身来到母子二人身边 一边伸手指了指孩子的额头 一边解释道 此子并非凡人 而是神受谢致的转世 顺着僧人指的方向 众人低头看去 发现孩子的额头上 居然有一个类似于牛头的胎记 僧人表示 这便是谢致转世的象征 谢致明辨是非曲直 能识善恶中间是光明的象征 此子将来 定会是一名轻正连结 造福百姓的好官 而谢致转世 母体怀孕五个月便会产子 这也是最好的证明 众人听后面面相去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被他们骂的孩子 居然有如此大的来头 僧人离开之际 叮嘱众人一定要好好待他 还要供他读书 等他长大 定会造福家乡 百姓们信以为真 自那以后 全村人都把王灵溪的孩子 视若挤出 再也没人骂他 来历不明了 夫妻俩为孩子起名正责 希望他一生行的正 守规则 在全村人的照顾下 郑泽一点点长大 他果真不负众望 不到三十岁便高中状元 当了大官 后来他回到家乡 帮助百姓修桥铺路 干了许多时事 收到所有百姓的爱戴 三十年后 王灵溪病故 临终之际 丈夫宋条成坐在骑床前 王灵溪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那个苦行僧 是你找的吧 宋条成听后 笑着点了点头 原来 郑泽的亲生父亲 的确不是宋条成 在二人成婚前 貌美的王灵溪 在一次外出时 被镇上一个姓刘的园外看上 结果被刘园外迷晕 玷污了 王灵溪一直没敢将此事告诉众人 直到两个月后 他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因受不了打击 他变得疯癫 之后众人便找来了米婆 王灵溪稳定情绪后 将此事告诉了米婆 米婆则叫来宋条成 并向其坦白了一切 监管如此 宋条成还是迎娶了 已经怀有身孕的王灵溪 而米婆也帮助二人 隐瞒了此事 郑泽出生后 为了不让孩子和妻子背负骂名 宋浦成悄悄雇来了一个乞丐 让其打扮成苦行僧的模样 撒了一段谎 这才有了如今的郑泽 得知真相后 王灵溪笑了笑 满意地离开了 至于那个玷污过她的流缘外 在宋条成和王灵溪婚后没多久 她便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 且没有留下一个子嗣 近代时期 静灵有个叫白玉凤的美貌少女 她十八岁那年的夏天 去河边洗衣服时 忽然感到腿上冰冰凉凉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她掀开裙摆一看 竟然发现一条青色小舌 不知何时缠在她腿上 让白玉凤风感到奇怪的是 那条小青蛇头上竟然还长着脚 白玉凤从没见过如此奇怪的蛇 她捏着小青蛇的七寸 将她放在地上仔细观察 结果她刚将小蛇放在地上 小蛇就盘成一盘 瞬间变成了一个长相俊美的年轻男子 白玉凤看着这眼前的男子 只觉得十分眼熟 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 年轻男子走到白玉凤身边 笑着将白玉凤抱在怀里 白玉凤看到小青蛇变成男子 心中十分害怕 想要推开那男子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任由男子将他抱到河边的草丛里 与他行了周公之礼 那男子如此亲近白玉凤 白玉凤却并没有觉得反感 当男子离开的时候 白玉凤还觉得十分不舍 他正要伸手去拉那男子 却猛然从梦中惊醒过来 白玉凤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靠在河边的大柳树下睡着了 一条小青蛇正缠在他的小腿上 白玉凤这才想起 自己来河边洗衣服时 忽然觉得十分疲累 就靠在河边的柳树下休息 没想到竟然做了一个春梦 白玉凤发现 缠在他腿上的小青蛇 头上也有两个脚 与他梦中的小青蛇十分相似 只以为是巧合 便没有在意这个梦 他捏住小青蛇的七寸 将小青蛇从腿上拿下来 直接将他放到河里放生了 白玉凤只以为在河边做了一场春梦 根本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料三个月以后 那天早晨 白玉凤与父母一起吃早饭的时候 他忽然开始呕吐不止 一张小脸看起来毫无血色 父母健壮 急忙为白玉凤请来代夫诊治 不料代夫为白玉凤诊过脉以后 却说白玉凤有了身孕 父母得知白玉凤有了身孕 根本不听白玉凤的解释 只以为他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情 直接将白玉凤赶出了家门 白玉凤从不曾与陌生男子有过接触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会离奇怀孕 父母嫌弃他败坏门风 将他赶出家门 白玉凤只觉得满腹委屈 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一时想不开 就想到村后的山上上吊自尽 不料却在那里遇到一个先锋道骨的白胡子道士 白胡子道士拦住了想要上吊的白玉凤 他温和地询问白玉凤自尽的原因 白玉凤的委屈终于有了可以诉说的人 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白胡子老道 并哭着说道道长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离奇怀孕 白胡子老道掐指算了算 忽然笑着询问白玉凤 你是否梦到过一条青蛇 那条青蛇是否在你梦中变成了人的模样 白玉凤经过道长提醒 忽然想起了自己在河边被青蛇缠腿 还做了春梦的事情 难道自己怀孕与那场春梦有关 白玉凤立刻将这件事告诉了白胡子老道 白胡子老道听后笑着他说道 这是好事啊 姑娘 其实缠在你腿上的根本不是蛇 而是龙 它是你前世的夫君 现在你的腹中有两条龙啊 原来那条小青蛇的真实身份是一条青龙 它是那一代的河神 白玉凤则是他的妻子 十八年前 白玉凤因误会河神有外遇 一气之下转世到人间 这些年 河神一直守护在白玉凤身边 白胡子道长表示 河神变成小青蛇的模样 缠在白玉凤腿上 又让他怀上孩子 就是为了唤醒白玉凤的记忆 让他想起自己 白玉凤听了道士的话 这才明白 为何他看着河神的模样如此眼熟 原来两人早已是夫妻 白玉凤在道士的帮助下 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他找到河神 两人最终兵士前贤 和好如初 后来 白玉凤带着河神回到家中 向父母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父母这才知道 白玉凤的身世不简单 也知道了白玉凤怀孕的经过 一家人最终解除误会 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 多年后 白玉凤的父母相继去世 他便跟着河神 带着一双儿女 回了河里的龙宫 明朝时期 向周的福奇山脚下 有一相貌平平的农妇独居 其名换作倪惠 虽然倪惠身段样貌平平 可性子却十分贤良输惠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此女乃是不可多得的良配 只可惜 逢倪惠试婚之年 其父骤然离世 他必须住在山脚 为父守孝三年 才可离开 嫁人生子 这天 倪惠上山采药 忽然发现有一男子身受重伤 昏迷在地 心善的倪惠最终将男子带回了家中 好生照养多日 等到男子醒来 二人在朝夕相处中 慢慢产生了情愫 等到倪惠守孝结束 二者干脆洗劫连礼 一同住在了福奇山下 在后来的日子里 男子朱岁四当了一个侨夫 整日上山砍柴 而倪惠则是在山脚耕种了一块地 日子虽然倾廷 但是夫妻间琴瑟和鸣 过得也算是非常美满 这天 朱岁四砍完柴回到家中 忽然发现 妻子的饭有些不太对劲 因为他盛饭的碗足足缺了三道大口 且筷子正插饭中 筷头直冲防粮 朱岁四见此心中大惊 因为这乃是传说中的死人犯 一般只有尚未完全失去意识的活尸 才会如此吃饭 妻子定当是被人炼成了活尸 朱岁四心中无比难过 洋装正常地陪妻子 好好吃了这最后一顿饭 等到夜间 朱岁四看到妻子睡去 直接躲入了床底 平住了口鼻 运用密法收敛了自身所有气息 待到午夜三更 妻子口中传来了一声诡异的嚎叫 而后整个人脸色变得无清 嘴里蔓延出两只寒光四射的獠牙 嘶吼着从床上起身 在房内不断寻觅着朱岁四的身影 只可惜朱岁四早已料到如此 将自己深深地藏好 妻子只能在那里不断吼叫 原地盘旋 时间一直持续到次日破晓 随着公鸡的鸣叫 朱岁四妻子变回了原样 直接僵直在原地 朱岁四见状 这才缓缓从床下爬起 而后将指尖咬破 在妻子脸上画了一道符咒 待朱岁四画完 妻子身上直接飘出了一股子黑气 而后瘫倒在地 显然已失去生机 而临瘫倒前 倪慧的右手无意识地抬了一下 指了指东边 朱岁四知道 这是妻子在为他指明 暗害他们夫妻的人 旋即朱岁四从房梁之上 取出了一把桃木剑 直奔东方而去 不多时 朱岁四来到东边 远远的遍桥见 有一道人盘坐在山林间 此时嘴角垂血 像是遭受反噬 朱岁四心中大恨 直接现身 道人大惊 就要起身反抗 但是似乎朱岁四法力更甚 很快就将道人打杀 最后只闻道人一声惨叫 而后竟直接化作了一张人皮 原来 朱岁四乃是道家五大邪道之一 施道门的传人 其幼时丧去父母 被施道门收养十多年 后来由于施道门整日挖去坟营 道师垂炼 并且常常会去骇杀活人 炼就活施 朱岁四看不过去 所以判出施道门 施道门见词 担心朱岁四暴露道门位置 引来正道讨伐 所以一直派人追杀朱岁四 而这就是为什么 倪惠惠捡到朱岁四 发现其身受重伤 不过 当时朱岁四已经将身后追兵 甩了个一干二净 唯有两个跟得上他的 也被他给处理掉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 所以才在山下与倪惠成亲度日 但让朱岁四想不到的是 时隔多年 施道门依旧阴魂不散 如今竟然还敢杀死妻子 将其炼成活诗暗害自己 如此行径简直人神共愤 朱岁四曾认为 自己虽不齿施道门所为 但施道门终对其有养育之恩 所以从未想过暴露施道门 但如今 施道门已经无所顾忌 他也不愿再为施道门留下任何情面 不久后 朱岁四登上道门圣地龙虎山 将施道门如今所在 以及其形式全部讲了出去 而天师郑道闻此言 直接派众弟子下山 将施道门打了个一干二净 由于朱岁四主动退出施道门 而后诱助天师正道剿灭邪道 故被龙虎正道废去修为 留了一命放下山去 最终 朱岁四来到同妻子居住的山脚下 将家产一英卖光赠予邻居 而后自尽 由邻居将自己同妻子葬在了一起 唐朝贞观年间 洛阳城里有个叫陆盛琪的书生 他年方十九 文采风流 是洛阳城里有名的大才子 因他生得相貌堂堂 孝若清风朗月 例如枝兰玉树 因此成了许多少女的春归梦里人 陆盛琪二十岁那年 考中了举人 登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陆盛琪却未让父母给自己定下婚事 他担心成亲后会影响自己读书 想要考中功名以后再成亲 那年春天 陆盛琪去好友家中赴宴 因心情很好 多喝了几杯酒 有些喝醉了 不料他醉酒以后 却遇到了一桩怪事 陆盛琪当时喝得醉熏熏的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花厅去如厕 经过小花园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 花园里一朵粉色牡丹花长出了人脸 那是一张美丽女人的脸 生得花容月貌 正在看着陆盛琪微笑 眼波流转 顾盼生辉 陆盛琪不由地看吃了 陆盛琪身为洛阳城里的大才子 经常参加宴饮 见过不少红粉娇娃 却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脸庞 许是陆盛琪喝了酒的缘故 他看着牡丹花上微笑的那张人脸 情不自禁地亲了上去 几个好友见陆盛琪外出如厕 迟迟不归 有些担心陆盛琪 纷纷出门寻找他 谁知他们走到小花园的时候 就看到陆盛琪抱着一朵粉色牡丹花 不停亲吻 几人顿时哄堂大笑 立刻上前询问他 为何亲吻牡丹花 陆盛琪却醉醺醺醺的表示 这不是鲜花 而是美人 当时陆盛琪喝的蘸都站不稳了 几个好友都说陆盛琪喝醉了 将鲜花看成了美人 谁也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只以为陆盛琪说的都是罪话 便扶走陆盛琪 将他送回家中休息了 四日一早 陆盛琪被一阵女人的哭泣声吵醒 他当时只觉得那阵哭声吵得他头疼 可他又觉得很奇怪 他为了安心读书 甚至都没让父母安排丫鬟伺候他 他屋里怎么会传来女人的哭声呢 陆盛琪猛然睁开眼 就发现床边站着一个穿着粉色衣裙的少女 粉衣少女看到陆盛琪醒来 立刻红着眼睛指责他道 你个灯徒子 你还我清白 陆盛琪听到粉衣少女的话 只觉得一头雾水 他皱眉询问粉衣少女 我与你素不相识 你为何要我还你清白 粉衣少女哭着表示 陆盛琪昨晚最后亲了他 他的好友和自己的姐妹都看见了 他表示姐妹们都嘲笑自己未成亲 就失去了清白 他才找上门向陆盛琪讨要说法 陆盛琪听了粉衣少女的话 心中极为震惊 他不相信自己最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急忙找到好友询问昨晚的事情 却得知自己最后亲的是一朵粉色牡丹花 当时周围并没有什么女子 陆盛琪听了好友的话 心中更加难闷 既然当时周围并没有粉衣少女 那他为何来找自己 陆盛琪回家时 见粉衣少女还在屋里等他 他便向粉衣少女问出了心中疑惑 又询问他是怎么进来自己房间的 没想到粉衣少女却红着脸说道 我是直接飞进来的 其实我就是那朵被你亲过的粉色牡丹花 原来粉衣少女名叫粉衣 是粉色牡丹花仙子 他听说陆盛琪文采斐然 生得面观如玉 心生清暮之情 当陆盛琪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粉衣忍不住暗中偷看他 没想到陆盛琪看到了他的脸 还亲了他 害得粉衣被姐妹们嘲笑 粉衣表示 其实他来找陆盛琪 并不只是为了讨要一个说法 而是他心悦陆盛琪 想要对陆盛琪表明心意 若是陆盛琪愿意 他愿意嫁给陆盛琪为妻 从此相依相伴 相扶相持 陆盛琪得知真相后 心中极为感动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得到了牡丹仙子的青睐 看着面前娇艳无双的粉衣 陆盛琪依稀记得 自己昨晚就是看到了这张美丽的脸庞 才情不自禁地亲了他 其实陆盛琪看到粉衣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他 于是陆盛琪决定对粉衣负责 后来陆盛琪与粉衣结为夫妻 两人十分恩爱 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夫妻 而陆盛琪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中了功名 完成了心愿 故事后 云贵有个郎中上山采药 意外采中一条千年蛇妖的尾巴 不料那蛇妖看到郎中以后竟笑了起来 还叮嘱郎中回家以后藏在衣柜里 郎中按照蛇妖的吩咐去做 竟扯出了妻子的风流式 那郎中名叫白淑珍 为人宽厚人善 他医术精湛 是当地的名医 救治了许许多多的病人 那年夏天 白淑珍上山采药 不料天气说变就变 他刚到山上没多久 就下起了大雨 白淑珍找到一个山洞避雨 却没想到那山洞是一个千年蛇妖的洞穴 阴天色阴沉 山洞里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白淑珍进山洞躲雨的时候 不小心踩中了那条蛇妖的尾巴 蛇妖正在打盹 被白淑珍踩中尾巴后 便醒了过来 他立刻出声 质问白淑珍 你是谁 怎么敢闯进我的洞穴 当时山洞里黑漆漆的 白淑珍根本看不到山洞里的是什么 只听到有滋滋的声响 很像是蛇土信子的声音 白淑珍听到有人向他问话 只以为山洞里还有别人 便行了一礼说道 在下白淑珍 是一个郎中 因上山采药遇到大雨 这才来到此处避雨 不知这里是您的府邸 还望您能通融一二 容我在这里避雨 那蛇妖听到白淑珍的名字 立刻笑了起来 他摇身一变 变成了相貌英俊的年轻公子 随后又吹了一口气 山洞里出现了几十只蜡烛 立刻明亮起来 他又随手一挥 空旷的山洞里便出现一张桌子 两张凳子 还有一桌十分丰盛的韭菜 白淑珍看到这一幕极为吃惊 以为自己遇到了仙人 立刻上前对年轻公子行礼问好 年轻公子自称青蓝 他客气地请白淑珍坐下 便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白大夫不必客气 我只是一条修行千年的蛇妖 因您是医者 救助了许多的人 我心中佩服您 才设下酒宴招您 您也不必害怕 我是即将修行得到的蛇妖 绝对不会伤害您 白淑珍得知 眼前的年轻公子是一条蛇 心中本十分害怕 又见那蛇妖对他彬彬有礼 非常客气 便减少了心中的恐惧 安心坐下 与那蛇妖饮酒交谈 酒过三旬 大雨停了下来 白淑珍就要起身告辞离开 此时蛇妖已经喝得醉眼迷离 他看到白淑珍要告辞离开 便再三叮嘱白淑珍道 你是个好人 我不忍心看你被人欺骗 你回家以后藏在衣柜里 千万不要让你妻子发现你回去 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白淑珍虽然也喝了很多酒 但是他的酒量很好 因此他的意识还非常清醒 听蛇妖忽然提起他的妻子 只觉得非常纳闷 他和妻子田氏一直相处和睦 白淑珍为何让他躲着田氏藏在衣柜呢 白淑珍见那蛇妖神色郑重 明白蛇妖肯定发现了什么 才会这样叮嘱他 因此他回到家以后 便按照蛇妖的叮嘱 没让妻子发现自己 然后悄悄藏在了衣柜里 白淑珍藏在衣柜里没多久 就透过衣柜缝隙看到了十分恶心的一幕 妻子将一个陌生男子带回家中 两人一进屋便迫不及待地抱在一起 行为举止非常亲密 白淑珍看到这一幕气得火冒三丈 这才明白蛇妖的用意 蛇妖让他藏在衣柜里 就是想让他发现妻子的风流逝 白淑珍一心一意对待妻子 对他关怀备致 没想到他不在家的时候 妻子竟背着他与别的男人撕毁 没有一个男人能容忍妻子给自己戴绿帽子 白淑珍亲眼看到妻子背叛自己 忍无可忍地从衣柜冲出去 赶走了妻子的情人 随后给妻子写了一封修书 将他从白家赶了出去 田氏被白淑珍修了以后 娘家人知道他不守妇道 不愿意收留他 田氏的情人是有家事的人 哪怕他天天去闹 情人也不愿意收留他 他无处可去 最终轮流街头成为乞丐 白淑珍修了妻子以后 便找到蛇妖 询问他怎么知道妻子背叛了自己 蛇妖缓缓对白淑珍说道 我知道你医术高明 经常去你家偷学医术 却时常看到你妻子与别人在一起 我不忍心你被骗 才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 经过这件事以后 白淑珍与蛇妖成了好友 此后两人经常见面 白淑珍教蛇妖行医看病 蛇妖则给白淑珍寻找名贵药材 一人一蛇关系要好 多年后白淑珍去世 蛇妖也位列仙斑 他成仙以后还经常变成凡人的模样 下凡帮人看病问诊 救治了很多人 唐代时期 卢州有个叫静惠的尼姑 他生来就一副慈悲心肠 想要普度云云众生 因此他经常云游四方 尽自己所能帮助人们 那一年秋天 静惠经过云梦山下的一个小山村 当时天已经快要黑了 他便在小山村中 随便找了一户人家敲开门 并提出了借宿的请求 前来开门的是一个神情憔悴的年轻妇人 那妇人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尼姑 态度十分客气 当静惠提出借宿的请求时 年轻妇人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静惠请到了屋内 静惠跟着年轻妇人走进屋后 发现屋里还有一个男人 那男人面黄肌瘦 双目浑浊 看起来有些病态 男人看到静惠进屋 立刻起身向静惠行礼 见过失态 男人起身的时候 静惠才发现他是个跛脚 走路一蹶一拐的 静惠看着男人瘸了的那条腿 不由中眉头问道 你这条腿是不是无缘无故瘸了 男人听到静惠的话大吃一惊 脱口问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到你腿上有个人 静惠叹息着对男人说道 我看到一个男孩抱着你的腿 他与你长得有几分相似 是你的孩子吗 年轻妇人和男人 听到静惠的话脸色大变 年轻妇人立刻捂着脸哭了起来 男人则吃惊地往自己腿上看了一眼 才缓缓说起了自身经历 原来男人叫卫生金 是个猎户 开门将静惠迎进来的年轻妇人 是他的妻子韩氏 卫生金和妻子成婚的第二年 就生下了儿子小宝 夫妻俩对小宝十分疼爱 将所有的爱都给了小宝 不料小宝五岁那年的夏天 因雨水太多 村子里爆发了一场大洪水 当时正值半夜时分 起床如厕的卫生巾 发现了不对劲 他让妻子韩氏带着小宝往山上跑 自己则挨家挨户通知人们上山避难 韩氏带着小宝到了山上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安身 韩氏担心洪水迅猛 丈夫一个人无法通知全村人 就叮嘱小宝坐在那里等他 他则下山帮助丈夫 不料卫生巾夫妻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小宝在山路上摔死了 夫妻俩看到小宝的尸身伤心欲绝 韩氏更是后悔地扇了自己几个耳光 可是小宝再也回不来了 卫生巾责怪韩氏没有照顾好小宝 韩氏也整日自责 夫妻俩的感情再也不似从前 他们分了房 也整日不说话 自从失去小宝以后 夫妻俩变得憔悴不堪 卫生巾更是每日茶饭不思 变得面黄肌瘦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卫生巾感觉自己的左腿变得十分沉重 无法正常走路 他因此变成了跛脚 卫生巾说明当初的痛苦经历后 便询问静惠道 师太 您说我腿上有个小男孩 他一定是小宝的王魂 您能看到他 为何我们看不到 我是出家人 自然能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东西 静惠往卫生巾左腿看了一眼说道 我可以施法让你们进入假死状态 这样你们就能看到小宝 正好他也有话对你们说 静惠征得卫生巾夫妻的同意后 便默念了几句咒语 卫生巾和韩世身上就发出淡淡的金光 他见状慌忙在卫生巾和韩世手上 各写了一个死字 卫生巾和韩世就看到了小宝的亡魂 夫妻俩抱着小宝大哭了一场 就听小宝对卫生巾说道 爹爹 你不要怪娘亲 是我没有听娘亲的话 随便在山上走来走去 这才摔死了 娘亲 你也不要自责 都是小宝不乖 要是我乖乖坐在那里不动 就不会离开你们了 我每天抱着爹爹的腿部离开 就是想劝你们不要伤心 可是你们根本看不到我 小宝说着也哭起来 不过小宝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在他的劝说下 卫生巾和韩世终于打开心结 夫妻俩和好了 小宝看到父母和好十分开心 他在静慧的帮助下 最终去了地府转世投胎 小宝的亡魂离开以后 卫生巾的腿就恢复了正常 静慧再次施法 让卫生巾夫妻脱离假死状态 因静慧帮了卫生巾夫妻大忙 了却了他们的心事 夫妻俩对静慧充满了感激 当天晚上 静慧在卫家休息得很好 次日一早 她悄悄离开卫家 继续云游四方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至于卫生巾夫妻 他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两人彼此谅解 和好如初 开始了新的生活 清朝时期 同州有个姓丰的老翁 他年轻时是城中的富商 膝下有三亿女 丰老翁指望着三个儿子延续家业 对他们多了些宠爱 忽略了唯一的女儿化欢 结果二十年后 三个儿子继承家业 他们将丰老翁给赶出了家 仅有话欢常来探望他 眼下风老翁就住在乡下做庄稼汉 靠着一亩三分地维持生计 一日他正在农田里耕地 看到路上有四个人在台关 其中一名是女子 她累得浑身是汗 脚步虚乏 风老翁对女子心生怜悯 放下农具 顶替了女子的位子 和三名男子一同将棺材抬到墓地安葬 女子则留在农田里看守 避免有人将农具偷走 风老翁年过六十 这一路上走得相当疲惫 他在三人离开后 靠着墓碑歇息了片刻 不知不觉中竟睡了过去 朦胧中一名老妇来到他跟前 老妇就是被他们安葬的人 他察觉到风老翁进来游场结束 焦急地说道 醒来后快跑 走小路 风老翁正想问怎么回事 老妇的身影在他梦中消失 他也醒了过来 而后风老翁陷入一阵沉思 他要回家的话 走大路会近很多 可老妇讲话的神情也不像在害他 他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踏上了小路 风老翁走到半路时 身后忽然出现一股寒意 他转过身一看 那女子不知何时已从农田里走出来 正站在风老翁背后 女子撩开面前的头发 她的脸色颇为阴沉 死死地盯着风老翁 风老翁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他转身就跑 却被女子抱住 女子口中伸出尖利的獠牙 一下咬中风老翁的肩膀 风老翁对女子恩将仇报的行为非常不解 他哆嗦着身子和女子说了几句话 竟发现女子就是画欢 因着夜晚光线昏暗 风老翁才一直没认出他 原来画欢在家时 因频繁被冷落遭到了家丁们的歧视 画欢和三个兄长同父异母 风老翁的妻子亡顾后 娶了李氏并生下女儿 常有家丁打趣的湖州 称画欢和李氏 将来有一日会被风老翁扫地出门 李氏是个活死人 多年前因就下风老翁落到了这样的境地 如今画欢和李氏却要遭到这样的对待 这让画欢非常不愤 画欢年幼时是个娇俏可人的姑娘 风老翁不疼爱她 可三个兄长都把画欢当成掌心里的宝贝 恨不得将她宠上天 画欢就借助她和兄长们的感情 成天在兄长那里说风老翁的坏话 以至于兄长们只想尽早获得风老翁的财产 再将这个坏蛋赶出家 后来他们果真达到了这样的目的 可惜李氏是个痴情之人 他不忍心让风老翁吃苦 频繁催促画欢去探望他 画欢迫不得才来探望风老翁 不过画欢在一次探望过风老翁后 不慎掉到湖里溺死 他死后不知道自己已经身亡 就一直生活在人世 活死人能待在阳间的时间有限 几十年过去 李氏变成了个老妇 被三个义子和画欢抬去安葬 路上竟意外地碰上了风老翁 李氏知道画欢对风老翁有怨念 他担心画欢没了自己的约束 会给风老翁带来伤害 才给风老翁托梦 让他走小路 以免画欢在大路上拦截 可惜画欢预判了李氏的预判 他在小路上守着风老翁 眼看风老翁要被画欢害死时 四周忽然出现十名道士 他们将画欢从风老翁身上拽下 将他给捉了起来 道士的后面跟着三名男子 他们就是风老翁的儿子 其实他们在继承家业后 也不想对风老翁太过残酷 可他们对李氏不放心 担心李氏或者画欢 对风老翁造成伤害 即使表面上两人对待风老翁不错 他们也不能消除戒备心 才将风老翁给送到乡下 这样李氏和画欢距离风 念老翁有几十里 不方便行动 事情也果真朝着三人预想的那样 画欢最后真的伤害了风老翁 先前画欢没有对风老翁出手 三人也不好有大动作 他们对画欢的好权是装出来的 三人的准备非常齐全 他们让提前找来的道士们 将画欢带到了道观 将他超度到地府 包括李氏也一样 而后他们将风老翁给接回了家居住 他们已经有了各自的家事 三人就和各自的妻子 轮流照顾着风老翁养老 宋朝时期 苏州有个叫吴岳亭的少女 她自幼失去母亲 与父亲吴老汉相依为命 吴岳亭十五岁那年 吴老汉得了重病 吴岳亭为了给父亲治病 花光了家中积蓄 她不得不帮人洗衣赚钱 那日 吴岳亭又到河边洗衣上时 看到一条小青蛇 奄奄一息地卧在路边 她不知经历了什么 身上遍布伤口 看起来十分可怜 吴岳亭见了心生不忍 便将小青蛇带回家中 仔细为她包扎了伤口 又为小青蛇吃了一些东西 才将小青蛇带到河边放生了 小青蛇离开的时候 似乎很舍不得吴岳亭 她不住地回头张望 最终还是游到草丛里消失不见了 吴岳亭看着小青蛇离开 才转身回了家 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小青蛇了 没想到那条小青蛇 却盯上了她 自从吴岳亭帮助过小青蛇以后 她发现自己家里 总是会莫名其妙多出东西 不是多出吃的 就是多出银钱 刚开始的时候 吴岳亭还以为 这是街坊邻居的暗中接济 可是她询问了邻居们以后 才得知人们并没有 偷偷往她家送钱和吃食 吴岳亭心里非常难闷 既然街坊邻居没有往她家送东西 那些这些吃食和银钱是怎么来的呢 吴岳亭为了查清这件事 便暗中调查 结果她查了几天 却没查出任何头绪 她只当是遇到了好心的神秘人 转眼过了两年 吴岳亭已经17岁了 她出落成了亭亭玉丽的少女 在神秘人的阶级下 吴岳亭治好了父亲的病 她再也不用给人洗衣服 赚钱了 只是吴岳亭和父亲都非常节俭 他们不敢再随便花用神秘人送来的钱 便将那些钱攒起来 准备将来还回去 因此父女俩经常吃野菜度日 那日吴岳亭如往常一般上山挖野菜 不料一条青色巨蟒忽然游到了她面前 吴岳亭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蛇 她看着巨蟒比灯笼还大的眼睛 吓得双眼一翻 就晕了过去 等到吴岳亭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布置的金碧辉煌的山洞里 她坐起身 发现自己身边还躺在一个俊俏的小伙 此刻那小伙正笑眯眯地看着吴岳亭 吴岳亭看到小伙与自己同踏共枕 吓了一跳 她急忙往自己身上看去 发现自己衣着完好 才松了一口气 俊小伙看到吴岳亭的动作 立刻笑了起来 她笑着对吴岳亭说道 我虽然喜欢你 却还是有分寸的 绝对不会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就夺走你的清白 吴岳亭看着眼前的俊小伙说 喜欢自己 只觉得十分纳闷 自己与她素不相识 她怎么会说喜欢自己 更让吴岳亭感到不解的是 她记得自己是被一条大蛇吓晕的 怎么她醒来就在这个山洞里 难道是小伙赶走巨蟒救了她 吴岳亭还没来得及开口 向俊小伙问出心中的疑问 俊小伙似看出了她心中的疑惑 笑着开口解释道 我就是吓晕你的那条巨蟒 我来找你 其实是为了报恩 俊小伙名叫宁康 他就是被吴岳亭救下的那条小青蛇 当年他肚结受伤 被吴岳亭所救 才捡回一条命 宁康一直牢记着吴岳亭的救命之恩 经常暗中给吴岳亭家中送吃食和银钱 并在暗中保护着吴岳亭 宁康表示 他早就喜欢上了吴岳亭 若是吴岳亭不嫌弃 他是一条蛇 他愿意娶吴岳亭为妻 往后细心呵护他 吴岳亭听宁康说明真相以后 才知道暗中帮助他和父亲的神秘人竟是宁康 他见到宁康如此之恩图报 只觉得宁康这个蛇妖比人还要有情有义 便决定和宁康在一起 后来 吴岳亭将宁康带回家中 见过父亲 父亲知道宁康的真实身份后 本担心他会伤害女儿 当他知道宁康就是接济他们的神秘人后 便接受了宁康 一个月后 吴岳亭与宁康拜堂成亲 结为夫妻 此后他们生儿育女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朝宣德年间 宝宁有户姓唐的人家 家主庞光是个有钱有势的富商 此人妖缠万贯 妻妾成群 膝下育有七个儿子 可谓家族兴旺 可在他五十岁那年 七个儿子却接连发生意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庞光在发迹之前 是个没人能看得起的穷小子 他经常跟人说 自己能取得成功 全靠佛祖的馈赠 其中具体情况 他很少细说 不过他逢庙必败 且每年还会给当地寺庙捐款 因此颇有名望 这年 庞光的第七个儿子出生 家里的老宅也没空房间了 刚好他购进了一块不错的地皮 他便请来了许多工匠 打算盖个新家 这些工匠当中 有个名叫夜浪的年轻木匠 他说自己是庞光的故人 可庞光怎么也想不起来 夜浪也不在意 甚至表示可以不要工钱 这让庞光很是高兴 半年后 新宅终于竣工 庞光带着一家人 欢天喜地搬了进去 至于那个夜浪 再发工钱的钱一晚 他就不见了 真的一毛钱没要就离开了 这反倒让庞光对其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并派人前去打听 关于他的消息 想看看他到底 是不是自己的故人 这天 庞光外出应酬 在回家的时候 他经过了一个废弃的寺庙 该庙名为尹云寺 百年前曾是当地最大 香火最好的寺庙 可惜二十多年前 一场大火席卷了尹云寺 将其烧成了灰烬 这些年 也有人提过重修尹云寺 却一直没能得到落实 至于庞光 他这逢庙必败之人 也很少过问此事 庞光贴了一眼废墟后 便起身回了家 也正是从那天起 家中便接连发生意外 先是庞光的大儿子和二儿子 二人已经开始帮庞光处理家中生意了 那天二人乘车到外地谈生意 结果半路马儿忽然受惊 竟直接冲下了悬崖 当找到二人的时候 人已经凉透了 这还不算完 老大老二出事后没多久 老三老四也接连暴毙身亡 一个死在了赌方 说是赢了一大笔钱 太过激动 结果人笑着笑着就过去了 另一个则死在了青楼的床上 庞光悲痛不已 不过此刻他还没发觉不对劲 以为只是儿子命不好 直到他剩下三个儿子 也接连因意外或生病去世 他才终于发觉到不对劲 七个儿子接连暴毙 当地也传起了许多流言蜚语 有人怀疑庞光干了什么亏心事 遭到了报应 也有人认为他是被什么脏东西缠上了 为了弄清此事 庞光在处理完儿子的后事 便请来了一个道士帮忙 那道士一进庞光的府邸 便感觉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煞气 看来是这宅子有问题 随后 道士拿出把八卦盘定位 随即来到院中 让其顺着一个方向往下挖 庞光见状 立刻叫来加丁帮忙 过了半个多时辰 众人果真挖出了东西 那是个麻袋 散发着刺鼻的恶臭味 众人将其拖出打开 一具已经腐烂了大半的黑狗尸体 映入眼帘 道士看到黑狗尸体后 脸色骤变 黑狗震宅 血迹黄泉 全家死绝没人买 道士告诉庞光 此乃邪术 黑狗是被人打残 并割断喉咙放血而死 死后才被掩埋在他家地基下头 此术会让庞光一家死光 是一种极为恶毒的邪术 不过此术施展起来 也是有代价的 那便是受术者一家死绝后 施术者也必死无疑 庞光听后大吃一惊 就在他猜测 是谁如此狠心之际 他派出前去打听夜浪的人回来了 得到的消息 更是让庞光震惊不已 夜浪竟是二十多年前 尹云寺住持收养的孤儿 庞光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带人找到了夜浪 夜浪没有离开 而是在城外的一个客店站住 仿佛就在等庞光来找他一班 见到夜浪 庞光一时语色 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憋了半天才说出为什么三个字 夜浪听后 反倒哈哈大笑起来 随即愤怒地瞪着庞光 为什么 庞老爷 你自己做了什么 不会全忘了吧 原来 二十多年前 尹云寺香火不足 僧众离去 最后只剩下住持在内的七个和尚了 他们为了修补尹云寺 四处募集香灰前 好不容易攒够了 巧的是 住持当时遇到了七岁的夜浪 见与他有缘 就领着他回了寺庙 那天夜里 尚未发迹的庞光 去了尹云寺上香 结果刚好目睹了七个和尚 在整理香火前 他动了歪心思 当晚持刀冲进尹云寺 杀死了七个和尚 抢走了这些香火前 并一把火烧掉了尹云寺 之后 他靠着这笔钱发家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所做的一切 都被躲在床下的夜浪看到了 这么多年来 夜浪隐忍 只为复仇 得知真相后 众人都惊愕不已 更是没想到 看似光鲜亮丽的庞光 竟有着这样一段黑暗 且肮脏的过去 说出一切后 夜浪忽然口吐鲜血 随即倒地不起 他竟然喝了毒酒 一旁的道士见状 摇头叹息 失数者已死 此数无解 也就是说 庞光必死无疑 倒是说的没错 三日后 庞光死在了家中 他双目圆睁 四肢扭曲 像是被活活吓死的 明朝时期 峨眉山下有个小山村 那座村子三面环山 一条大河横在村前 导致村民们出行十分不便 因此村里的人很少外出 外面的人也鲜少来到小山村 在小山村中 有个叫叶千旦的郎中 他年过半百 医术高明 心地善良 深得村民们的敬重 那一年夏天的傍晚 叶千旦背着药箱 去村北给人治病 他从病人家里回来时 在河边发现一个晕倒的老汉 便将那老汉带回家中诊治 叶千旦见那老汉身上 受了很多伤 高烧不退 又寻不到那老汉的家人 便好心收留那老汉在家中治病 并精心照顾着他 此日傍晚时分 老汉终于醒来 他得知是叶千旦救了自己 立刻向叶千旦磕头道谢 叶千旦慌忙扶起老汉 笑着问起老汉的身世 不知您家住哪里 既然你的病已经好了 我也好送您回去 老汉听叶千旦问起自己的身世 缓缓叹了一口气 才说明自己的来历 原来老汉根本不是人类 而是河里的一条大黑鱼 他被一条水蛇所伤 才晕倒在河岸边 幸好遇到了叶千时 才捡回了一条命 老汉说明自己的身份以后 看到叶千旦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直到他不相信自己 于是就变回黑鱼的样子 直到叶千旦信了 他才变回人的模样 大黑鱼变回老汉的模样以后 便对叶千旦说道 你救了我的性命 就是我的恩人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希望你一定要相信我 并按照我说的去做 老汉表示 三日后会天降大雨 到时候会发生一场大洪水 整个小山村都会被洪水淹没 老汉叮嘱叶千旦道 三日后 你带着家人去山上住一晚 可以保命 老汉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 叶千旦听了老汉的话以后 皱起了眉头 叶千旦知道自己救了那老汉 他绝对不可能欺骗自己 可是他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 怎么可能只带着家人逃命 而不管这里的父老乡亲 不过 他该如何告诉父老乡亲们这件事呢 叶千旦担心父老乡亲们不相信自己 以为他胡说八道 又不忍乡亲们在这场洪水中丧生 他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告诉乡亲们这件事 至于乡亲们是否跟着他去山上逃命 就由乡亲们自己决定 叶千旦挨家挨户将这件事告诉了乡亲们 幸好他平时在村里的人缘极好 乡亲们都愿意相信他 三日之后 天降大雨 乡亲们看到 真如叶千旦所说 天空下起大雨 他们立刻收拾金银细软 跟着让叶千旦去了山上居住 当天夜里水漫河堤 大雨淹没了村庄 乡亲们在山上看到了这一幕 纷纷感慨 幸好他们听了叶千旦的话 才逃过了这一劫 乡亲们询问叶千旦 他怎么知道洪水会淹没村子 叶千旦便将自己救了大黑鱼的事情说了出来 人们听说了这件事 纷纷感慨 大黑鱼知恩图报 比人还要有情有义 四日一早 天空放晴 洪水也退了 叶千旦就带着村民们回到了村子 虽然村子被洪水冲毁了 变得面目全非 但是他们都活了下来 还可以重新建造更美的家园 后来 村民通过自己的双手 重新建造了村庄 为了感谢大黑鱼对他们的帮助 村民记住了发洪水那一日 每到那一天 家家户户都将鱼石扔到河里 向那只大黑鱼表示感谢 说来也怪 自从洪水过后 那只大黑鱼再也没有出现 不过村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洪水 人们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 随朝时期 宿州有个叫杨果的侨夫 这天 他正在山上砍桥 突然 听到不远处有打斗声 杨果悄悄过去查看 就见一老汉正在和一条大黑蛇打斗 那大黑蛇体型虽庞大 身姿却很灵活 而且大黑蛇十分敏锐 杨果刚到近旁 就被他看了个正着 杨果与大黑蛇通红的眼睛对上 吓得后退两步 杨果见那黑蛇 把粗壮的尾巴甩向老汉 老汉急忙闪躲 那黑蛇趁机钻入洞中 杨果看到这里 转身就想走 与大黑蛇对视了一眼 总觉得浑身都不对劲 还没走两步 那老汉就追上前来 焦急地拉着他 说 一会回家 就带着你妻子去你岳母家 半夜躲到他床下去 这样可保性命 切记 杨果听完不解地问这是何意 那老汉不再解释 只让他一定照做 就匆匆走了 杨果回了到家后 心中很是不安 但是又不想妻子担心 于是就跟妻子商量去岳家 因岳家只有岳母一人 妻子也有几天没回去了 当即就答应了 到了晚上 杨果等妻子睡着 悄悄走到岳母门前 正纠结着怎么进去 就听到后背一阵急风袭来 面前的门被风吹开 杨果跌到屋内 还没站起来 就听到外边又是一阵狂风大作 杨果被吹得睁不开眼睛 这时 门忽然关上 一个人影闪至眼前 杨果抬头看去 就见岳母一身白袍 脸色肃木 沉声让她躲到床下去 说完就开门飞了出去 杨果见此 不再犹豫 赶紧躲到床下 杨果听到外边的风似乎在怒嚎 房子都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待了一会儿 想到在厢房中的妻子 杨果决定还是出去查看一下 妻子是否安好 于是从床底出来 刚把门打开 门外就涌入了一大股气流 把门冲开 杨果瞬间被冲倒在地 然后又被卷入气流中 耳边除了呼呼的风声外 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 脑袋被吹得发猛 就这样 不知过了多久 杨果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 就见天已大亮 他在床上躺着 妻子趴在床边 泪眼朦胧地看着他 杨果想坐起来 突然觉得头疼欲裂 忙问妻子自己怎么了 这时岳母端着要从门外进来 听到她的问话 解释开来 原来岳母与那天的老汉 红旗公是师兄妹 他们都是捉妖师 只是后来岳母嫁了人 就不再外出捉妖 这次红旗公捉的这只蛇妖 是有百年修行的大妖 红旗公追她直至宿州 红旗公见那蛇妖道横高深 自己对付起来吃力 于是上门找岳母 与她一起降服这蛇妖 那天 红旗公在山上见到杨果 知道她是师妹女儿的夫婿 那蛇妖的眼睛最是厉害 与人对视 可给人中下魔杖 杨果与蛇妖对视 被下了魔杖 红旗公看出杨果身上的不对劲 知道那蛇妖晚上 并会去寻她吃掉 于是将计就计 嘱咐她晚上躲到师妹床下 好来个瓮中捉鳖 谁知道杨果后来突然跑出去 被卷入那蛇妖的飓风阵 差点成了蛇妖的口中餐 听到这 杨果赶紧追问 那蛇妖可收服了 岳母突然叹息一声 讲起这蛇妖的来历 原来 这本是一条在麒莲山 与人参经作伴的黑蛇 吸收人参的灵气生了灵食 与人参经一直在麒莲山生活 不曾出山 也不曾害人 不想后来 人类不知如何知道了 麒莲山有成经的人参 于是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人 前去抢夺 黑蛇与人参经四处躲藏 最后还是被人类捉到 人参经为了保护黑蛇 被人类捉住 当时的黑蛇无法救它 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人类残忍杀害带走 自那以后 黑蛇舅舅恨上了人类 在麒莲山潜心修习法术 等它法力大增 就下山找伤害人参经的那几人 但是 当时已经过了好久 如何还能找到人 于是他见人救杀 造下了严重的杀孽 因此 才被红旗公追杀 这些都是红旗公从仙人守扎中知道的 这次能降服黑蛇 还是因为找到了另一个人参经迷惑了黑蛇 才给了他们一丝可趁之机 杨果夫妻听完不由感叹 妖的感情竟如此纯粹 一个为保护好友而死 一个为好友报仇生生 造下无数杀孽 人生至有不过如此 只是 希望下辈子人参经不被捉到 黑蛇不犯杀孽 他们能一直在麒莲山生活 隋朝时期 丹阳有个姓王的老汉 王老汉为人宽厚良善 他早年丧妻 一个人辛苦将儿子王孝德拉扯成人 王老汉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娶妻生子 只以为往后就能寒一弄孙 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没想到他的孙子王远汉 自从出生后就疾病缠身 身体十分缠弱 王家人为了给王远汉治病 几乎花光了家中积蓄 那日一大早 王远汉又发起高烧 小脸变得通红 连呼吸都极为微弱 王老汉健壮 急忙去请大夫 因王老汉所住的村子是没有大夫的 需要去邻村去请大夫 王老汉快不敢往邻村去请大夫 不料他走到半路的时候 却遇到了一桩怪事 王老汉去请大夫的时候 在半路被一条青色大蛇拦住了去路 那条青色大蛇浑身是伤 身体不停地挣扎扭曲 他的额头贴着一张黄服 那黄服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他似乎因那张黄服 才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大青蛇拦住王老汉以后 便直勾勾盯着王老汉 还不住地对王老汉点头 似乎在哀求他救救自己 王老汉身知万物有灵 便伸手拿掉了大青蛇头上的黄服 黄服拿掉以后 大青蛇身上的伤口迅速愈合 他身上的伤也完全好了 王老汉看到这一幕嘖嘖称奇 他没想到大青蛇的伤口 这么快就好了 想起家里还有病重的孙子 需要医治 王老汉便要离开去请大夫 不料大青蛇忽然出声喊住了他 老人家 且慢行一步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王老汉听到大青蛇说话 极为惊讶 他不敢置信地看向大青蛇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没错 老人家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您 大青蛇冲着王老汉点点头 这才说道 老人家 其实您的孙子并不是生病 您若想要他的身体恢复健康 快去砍了院中柳树 王远汉的病和院中那棵柳树 有什么关系 王老汉听到大青蛇的话十分纳闷 他不解地追问大青蛇 那棵柳树是我祖父幼年所值 已经历百年风雨 他能有什么问题呢 为何砍了这棵柳树 我的孙子就能恢复正常 大青蛇看到王老汉质疑自己 盲对王老汉解释道 老人家 我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腰 因被一个法力高强的腰道设计捉住 才会深受重伤 那妖道想取出我的内丹 提升他的修为 我千辛万苦才逃出来 是你帮我取下头上的黄福 我的法力才得以恢复 您救了我的命 我心中对您充满感激 我让您砍掉院中的柳树 就是为了帮助您 大青蛇表示 他不能泄露太多天机 因此他还不能告知王老汉 砍倒柳树的原因 他也郑重向王老汉表示 王老汉救了他的命 他是绝对不可能害王老汉的 王老汉仔细想了想 认为大青蛇不可能害自己 于是他回家以后 便找来斧头 砍倒了院中的百年柳树 令王老汉感到奇怪的是 那棵柳树倒了以后 流出许多红色液体 看上去就像是鲜血似的 而那棵柳树倒了以后 王远汉的病就真的就好了 此后他再也没有隔三差五 就生病了 王远汉的病好了以后 王老汉将自己遇到大青蛇 大青蛇叮嘱自己 砍倒院中柳树的事情 告诉了家人 儿子和儿媳听说了这件事 都觉得十分稀奇 那棵柳树砍倒以后 王远汉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 难道他的病真与那棵柳树有关 半个月后 大青蛇给王老汉托了一个梦 他在梦中告诉了王老汉实情 王老汉这才明白 原来王远汉经常生病 都是那棵柳树害的 原来王家院子里的柳树早已成精 那棵柳树经虽然有百年修为 但是他一直没能修炼成人形 柳树经心有不甘 为了能变换成人 才想害死刚出生没多久的王远汉 想要霸占他的身体 以此变成人 幸好大青蛇及时提醒王老汉 砍倒柳树 柳树经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经过这件事以后 王老汉一家人的生活 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王老汉最终如愿过上了 幸福的晚年生活 至于那条大青蛇 他解决了想要害他的妖道 便回了山上继续修炼 此后他再也没有下过山 清朝时期 林湘有个姓一的老木匠 他半辈子没娶过妻 就靠着手下的两个徒弟 给他养老送终 其中有个徒弟叫伊志平 他贪财好色 不学无术 常靠歇歪门邪道的法子赚钱 自从在伊老汉那里 偷走鲁班树秘籍后 常用术法对少女图谋不轨 伊老汉对伊志平的行为心知肚明 因着伊志平是被伊老汉捡来的孩子 命运非常凄苦 伊老汉暂时不忍心对他施加惩戒 还将他认作干儿子 想将他领回正道 特意给他娶了叛尾为妻 叛尾是个辛勤的姑娘 每天都会料理好家务 从不让伊老汉操心 他出门也会和人友好相处 从没有得罪过人 这日叛尾去娘家送韭菜 他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处湖泊 湖水非常清澈凉爽 中午附近也没有人 他就跳下去洗了个澡 回到家后 叛尾感到双腿不适 他看了自己的双腿 发现上面正在流浓 还散发着扑鼻的恶臭 且去找郎中也医不好 伊老汉见儿媳腿上冒着黑气 他断定不是普通的浓疮 破格使用鲁斑术 为儿媳诊断一次 说道 你裙子下面有东西 叛尾连忙掀开裙摆 竟在里面发现了一根银针 使用银针让人双腿溃烂 属于鲁斑术的一种 叛尾的裙子 是找村里最好的绣娘所做 若是有人能对裙子动手脚 肯定也是绣娘无疑 伊老汉就和儿媳去找了绣娘 绣娘名叫向初红 她全程就没有给过伊老汉好脸色 伊老汉向她盘问时 她竟主动承认了一切 整件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时向初红是个普通的小姑娘 家境贫寒 一位裁缝看她可怜 专门传授给她裁衣裳的手艺 她将来才有了维持生计的手艺 不过裁缝的命运不好 她在出嫁后没多久 丈夫便意外离世 她腹中本怀着孩子 是这孩子给她留下了活着的信念 可惜这孩子也在刚出生后不久邀网 而后裁缝就变得疯疯癫癫 清醒时和正常人无异 疯癫时谁也不认得 只知道去大街上哭喊她的孩子没了 还会将路过人家的孩子抱走 一次裁缝抱走了富商家的儿子 本来他会在恢复清醒后将孩子还回去 然而富商非常担心儿子 直接找来伊老汉 伊老汉使用鲁斑术找到他儿子 目的地就是在裁缝家 伊老汉那时年轻气盛 当着裁缝的面说了几句难听话 裁缝那时的精神还没有恢复过来 富商抱走孩子后 他就一头碰死了 向初红知道这件事后伤心欲绝 他那时就已经对伊老汉心生怨念 却没有对伊老汉动手的意思 直到几十年后 伊老汉的义子再次使用鲁斑术害人 近几年来 伊志平使用鲁斑术玷污了不少梁家妇女 连衙门也拿他没办法 半年前 伊志平看上了年轻貌美的向初红 他在夜半三更来到向初红家 在向初红的床下放了个木头人 向初红就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任凭伊志平为所欲为 事后向初红特意去邻村找来别的木匠 从他们那里得知要伤害伊志平不容易 他毕竟是个气血方刚的男子 可叛尾就不一样了 于是向初红就从木匠那里讨来银针 将这银针放在给叛尾做好的衣裳里 平日不会对叛尾的生活产生影响 可叛尾一旦沾水 银针上的术法就会生效 双腿溃烂 更严重的话会双腿断掉 向初红没有残害叛尾的意思 只是想让他家里的人不要太肆意妄为 当他解说完这一切 就把银针给取了下来 叛尾的双腿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初 而后伊老汉带着儿媳回了家 他将伊智平给叫到跟前 要回了被偷走的鲁班族 又不客气地将伊智平给带到衙门 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眼下叛尾才二十出头 伊老汉不想让他受委屈 为他找了别的亲事 叛尾却不肯再嫁 伊老汉时内心正直 不想有人再用鲁班树害人 所以将他珍藏多年的鲁班树秘籍给烧掉 他是方圆百里内唯一持有秘籍之人 此后鲁班树就在本地断绝了 叛尔对伊老汉非常孝敬 此后几十年都守在伊老汉身边 照顾着他度过了晚年 康熙年间 拓州有个名叫少奎的放羊娃 他自幼丧母 父亲又不在身边 缺乏管教的他 很是调皮捣蛋 经常惹祸 少奎跟着奶奶生活 其邻居则住着一对爷孙 爷爷姓胡 是个六十多的老汉 其孙子名叫胡生 在镇上经营着一家杂货铺 生意不错 因此爷孙俩的生活还算富裕 胡老汉喜欢孩子 因此家里有啥吃的 就会给少奎家送点 可少奎长大后 反倒很喜欢捉弄这个老头 他没事就会跟着几个朋友 溜进胡老汉家 要么偷他的钱花 要么就院里撒尿拉屎 胡生发现后 火冒三丈 当即冲进了少奎家里 大有教训少奎一顿的样子 可还是被胡老汉拦了下来 可越是纵容 少奎反倒愈发无法无天 结果闹出了祸事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那天 少奎像往常一样 进山放羊 齐奶奶前不久给他做了一个弹弓 他便靠在树下不停把玩 衣兜里更是放满了石子 就在这时 他听到一阵嬉嬉嬉嬉嬉的脚步声 拨开草丛一看 原来是胡老汉来山上捡柴火了 少奎低头看向了自己的弹弓 顿时又动起了歪心思 他爬上树 在暗中用弹弓瞄准了胡老汉的脑袋 石子精准命中 胡老汉发出一声尖叫 捂着脑袋往后退了两步 可让少奎没想到的是 其身后竟然是个断崖 胡老汉一个没站稳 直接掉了下去 少奎顿时被吓坏了 他连忙跑了过去 想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他趴在断崖边上 眯眼朝下看去 发现胡老汉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估计是不行了 他不敢继续逗留 当即赶着扬下了山 由于担心惹火上身 少奎就瞒下了此事 没敢告诉胡生 至于胡生 见父亲迟迟不归 不由地担心起来 并发动村里人进山寻找 少奎也被奶奶叫起来帮忙了 他很担心胡老汉被找到后 戳穿自己的行为 因此在找到断崖旁边的时候 他故意领人绕了过去 就这样过了五天 胡生几乎将后山翻遍了 才终于在那个断崖下头 找到了胡老汉的尸体 不过看地上的痕迹 他落崖后并没有死 反倒想要自救 并爬出了很远的距离 最后历劲 痛苦而亡 当起尸体被孕回家的时候 少奎也去看了一眼 可就在这时 胡老汉的脑袋忽然转了过来 一双灰白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少奎 叫他心生恐惧 或许是心里承受不住 当天晚上 少奎就病倒了 在胡老汉出病前夜 少奎半夜起来撒尿 结果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 人就这样离奇失踪了 奶奶清晨发现后 吓坏了 四处打听 可没人看到她的踪影 就连昨晚的打羹人 也没看到她 就在奶奶四处寻找少奎之际 胡老汉也出病了 胡生和八个台关将 带着已经封好的棺材 往坟地走去 可在走到村口的时候 天空忽然乌云密布 雷声滚滚 主持这场葬礼的道士健壮 眉头紧皱 下一秒 一道闪电落下 不偏不倚 刚好披在了胡老汉的棺材上 幸运的是 几个台关将没事 棺材盖被披开了一个大洞 众人都震惊不已 莫非胡老汉干了啥坏事 老天不容 胡生疑惑地看向了道士 那道士抬头看了看 雷声滚滚的乌云 随即开口道 这棺材里头有俩人 众人听到这话 都惊讶万分 随即缓缓凑上前查看 胡生为了弄清此事 便带头将棺材盖掀开了 结果真如道士所说 那棺材里躺着两具尸体 一是胡老汉的 另一具则是离奇失踪的少魁 他一脸惊恐 四肢扭曲 像是被吓死了 而在他的手里 还握着那把弹弓 道士看穿了真相 他告诉众人 胡老汉的死 正是少魁所为 当初他恶作剧 导致胡老汉落牙 那时候他没死 且少魁若是带人来找 他命不该绝 可少魁却隐瞒了此事 让其错过了最佳的救助时机 一命呜呼 胡老汉对此怀恨在心 便拉少魁陪葬 害死了他 可人鬼殊途 鬼魂害人天理难容 因此在胡老汉出殡这日 天道才会降下雷劫惩罚 得知真相后 众人都震惊不已 与此同时 少魁的奶奶找了过来 看到孙子的尸体 她顿时哭成了泪人 可人死不能复活 这一切也是她旧由自取 唐朝时期 桂林有个叫白莲花的渔女 她13岁时失去了父母 白莲花是个勤劳能干的女子 她一个人依靠捕鱼卖钱 倒也能养活自己 白莲花17岁那年 贤惠能干的名声 传遍了十里八村 登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白莲花为了挑选一个如意郎君 便没有轻易为自己定下亲事 不料那年夏天 白莲花去河边捕鱼的时候 意外在河边捡了一个夫君 那天 白莲花去河边捕鱼的时候 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轻衣男子 晕倒在河边 便将轻衣男子带回家中救治 在她的帮助下 轻衣男子捡回了一条命 只是轻衣男子醒来以后 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更忘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 白莲花见轻衣男子失去了全部记忆 担心她往后没办法生活 便收留了轻衣男子 并给她取名叫萧毅 从那以后 萧毅便每日陪伴在白莲花身边 她帮助白莲花一起捕鱼 一起洗衣做饭 还时常逗白莲花开心 两人相处得十分和睦融洽 萧毅与白莲花朝夕相伴 对白莲花极为依恋 每当看到有人登门提亲 萧毅就会拿着扫把守在门口 不顾形象地将那些人赶走 白莲花看到萧毅破坏了自己的亲事 担心往后再也没有没人登门 便皱眉对萧毅说道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亲事 若是我以后嫁不出去 你会娶我吗 那你就嫁给我 我娶你 萧毅听到白莲花的话 立刻向白莲花表明了心意 她表示自己是喜欢白莲花 不想她嫁给别人 才故意赶走那些登门提亲的人 其实白莲花早就喜欢上了萧毅 她说那些话就是为了试探萧毅 如今听到萧毅愿意娶她 她心中极为高兴 便笑着扑进了萧毅怀里 白莲花与萧毅情投意合 两人很快便举办了婚礼 成为夫妻 一晃三年过去了 白莲花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看着比她们成亲晚的妇人都生下了孩子 白莲花内心焦急不已 萧毅知道白莲花为了孩子的事情发愁 经常安慰妻子 劝她想开一些 而她每次劝白莲花的时候 都有些愈言愈止 仿佛有什么话对白莲花说 却又不敢说 白莲花当时只顾着难过 根本没注意到萧毅的异常 又过了两年 白莲花的肚子仍是没有动静 白莲花心中更加焦急 她带着萧毅四处拜访明依 只想早日怀上孩子 那日白莲花又带着萧毅去拜访明依 他们在一个茶馆歇息时 意外遇到一个白胡子老道 白莲花看到周围很多人找那道士不挂 还称呼她为神算 便也走上前 请求那道士给自己算一算 她何时能有孩子 白胡子道士 看了萧毅和白莲花的生辰八字以后 却将白莲花拉到一旁 她指着萧毅严肃地对白莲花说道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 你若是想怀孕 除非她死 白胡子老道告诉白莲花 萧毅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条鲤鱼精 她是爱慕白莲花 才变成人形 假装重伤博取同情 骗白莲花收留自己 只是妖怪是不能与凡人生下孩子的 白莲花嫁给萧毅 就与萧毅的命运绑在一起 这就是她迟迟无法怀孕的原因 你若是享有自己的孩子 只有亲手杀了萧毅 你的命运才能与她的命运分离 往后你改嫁 便能怀孕生子 白胡子老道 叹息着对白莲花说道 至于你怎么选择 就看你自己的心意了 白莲花听了道士的话 才知道萧毅身份不简单 可就算萧毅是个妖怪 也是一个善良的妖怪 她明白萧毅瞒着她是鲤鱼精的身份 是怕自己无法接受她 其实自从萧毅到了白莲花家里以后 对她呵护备智 还经常帮助村里人 白莲花知道萧毅是个好妖 自然不愿意杀死萧毅 她心想 就算一辈子没有孩子又如何 只要能和萧毅在一起 她就满足了 从那以后 白莲花再也不提孩子的事情 她更加真心地对待萧毅 后来 夫妻俩收养了两个孤儿 也算享受了天伦之乐 多年后 萧毅和白莲花垂垂老矣 萧毅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白莲花笑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白莲花说完这句话 两人相识一笑 他们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 红制年间 福沟有个姓方的财主 方家世代行商 地运深厚在当地颇有势力 方财主仗着家大业大 在当地横行霸道 几乎无人敢惹 这年夏日 方财主低价购入了一片地皮 他便寻来了一群工匠 打算建造一座避暑山庄 带着家人搬进去 工匠里头有个名叫萧庆的木匠 他是个外地人 不久前才带着妻女搬到此处 道方财主家帮忙 也是他接到的第一担火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决定却将他拉向了深渊 萧庆有肺劳病 虽咳嗽得不算太厉害 但每日药也不能停 一日傍晚 萧庆的女儿来工地给父亲送药 巧的是那天方财主应酬完 回到家 刚好撞到了这一幕 萧庆的女儿换作可梦 年方二八 模样清秀 身材高挑 长得很是漂亮 比风月之地那些胭脂俗粉 不知墙上多少倍 好色成性的方财主健壮 顿时动起了歪主意 方财主偷偷派人打听到了萧庆家的住处 并在一天趁着他妻子不在 溜进了其家中 当时可梦还在院中忙活 等他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一双大手便捂住了其口鼻 紧接着一股刺敌的味道袭来 他挣扎了没几下 便昏死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方财主玷污了 迷药的劲还没过去 他不能动弹 只能躺在床上不停流泪 就在这时 其母亲赶了回来 进门看到这一幕后 大惊失色 随即不顾一切地 抄起门外的条肘 朝方财主冲来 可他一介女子 那是方财主的对手 他被打倒在地 并撞到脑袋晕死过去 直到第二天 肖庆才收到消息赶回了家 在得知方财主的受刑后 他悲愤交加 当即写好的状纸 准备到县衙报案 怎料刚出门 几个工友便拦住了他 工友是本地人 最为清楚方财主在当地的势力 这的县令跟他狼狈为奸 早已被其收买 他若真去报案 非但颁不倒对方 或许还会惹火上身 被案上莫须有的罪名 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肖庆听后 既震惊又不知所措 工友们都劝他暂时忍让 不可因小失大 毕竟在这地方 他们这些小人物 惹不起方财主 在众人的劝慰下 肖庆渐渐冷静了下来 他仿佛想通了 当即撕碎壮旨回了家 且在第二天一早 再次来到方财主家的工地上干活了 就连方财主都震惊不已 没想到此人居然如此能忍 可众人不知道的是 肖庆隐忍不发 不过在房子竣工之前 他悄悄溜进去 在房梁的位置 设置了一个碗筷 那筷子被吊在梁上 下头放着一个破碗 而在碗筷一侧 是肖庆专门预留的通风口 一到晚上吹风 筷子就会被吹起来 在落下 敲击破碗 做完这些后 肖庆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这些日子 遭受欺辱的妻女 一直骂他窝囊废 不理解他为何什么都不做 直到半个月后 母女俩才终于明白 再说方财主 新宅建好后 他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 可刚住下没两天 他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尤其是到夜里 他好像总能隐隐约约 听到邦邦的敲击声 就像路口乞丐开饭时 碗筷敲击发出的声音 另外 他还总是会做一个噩梦 梦中他的床头出现了四五个黑影 他们手里则都拿着碗筷 并直勾勾地看着方财主 方财主只觉自己变成了饭桌上的美食 随时都会被他们啃食殆尽 在这期间 他的身体情况也越来越差 可请来郎中查看 也查不出任何问题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正值壮年的方财主 莫名其妙死在了床上 更诡异的是 他死状凄惨 整个人瘦成了皮包骨 像是被抽干了一般 当地村民得知此事后 无不欢呼雀跃 就差弄两挂鞭炮 拉到街上放了 人们都说他坏事做尽 遭到了天谴 直到一年多后 一个云游道士路过此地 发现了那房梁上设置的碗筷 他告诉众人 此乃艳胜之术 方财主是被这敲击声吸引来的饿死鬼给吃掉了 人们听后震惊不已 当即想到了那个隐忍不发的萧庆 不过在方财主死后 他就带着妻女离开了 没人知道他去了何处 南宋年间 胡青郡有一名书生 姓李 自修明 出身富商之家 父母恩爱 还有一个兄长 李修明平日 却不喜经商 也不爱求取功名 一心求仙问道 为此 他不仅把郡内所有和神仙有关的画本 搜集一空 成日翻来覆去地看 而且时常出城寻找仙迹 这一日 胡青郡风雨大作 雷声阵阵 家家户户闭门不出 唯独李修明 眼睛发亮 疯了一样要出城 嚷嚷着 今日他的仙缘就要来了 家仆们拦都拦不住 只能将他打晕 抬回他自己的房间的床上休息 还将房门从外面锁了起来 深时才去开门叫他用晚饭 不料打开门后 床上一片空空荡荡 李修明已经不见人影 李父李母连忙派家仆出去寻找 不久后 躲在床下偷挖出来的地洞里的李修明 听到外面没有动静了 才小心爬出 而后避开家中仆人 从家中院墙的一个狗洞钻了出去 一路风跑出城 直奔城外山林的一处破庙 破庙是李修明偶然发现的 庙里供奉着一尊一像 一像究竟是哪位神仙李修明未可知 但泥像庄严微容 着实震惊到了他 他物自把庙里的泥像 当成山神像 把破庙当成山神庙 日日祈祷山神显灵 因为莫名坚信 这里就是他的先缘所在之处 其他传闻有神仙之计的地方 他都懒得去了 半个月前 他来拜山神时 山神像被一道晴空炸雷踢中 震惊的李修明当场顿悟 这就是山神给我启示啊 等到雷雨夜 我定能得见先缘 果不其然 雷雨夜 他冒着风雨 狼狈不堪地扑进庙里之时 只见这座原本只有 他一个人知道的庙里 已经有其他人歇息其中了 那是一个身穿道袍 留着长胡子的道士 正在和一只白狐对弈 白狐口吐人言 对棋局分析分析的头头是道 道士更是凭空变出一本棋谱 当场翻看起来 一局棋下完 一人一胡才同时 看向呆愣在破庙门口的李修明来 李修明这才看清那道士的正脸 只觉莫名眼熟 心有所感地抬起头 正看到庙内的山神像 顿悟 道士原来是长得像神像啊 李修明当场认定 这就是他要找的神仙传人 他三步并坐两步 扑到道士面前 高呼神仙 砰的一声跪倒在地 当即就要拜师 道士自视不允 奈何李修明不依不饶 经成所致 终究还是收下了他这个徒弟 而后李修明恭敬地将道士请回家中 李父李母虽将信将疑 但看到士确实气度非凡 又拗不过李修明 还是将人留了下来 李修明的兄长却对道士极为警惕 一眼判定道士不是好人 第二日 李修明央求道士教导先法 道士仔细看过他的根骨之后 言说他与先道无缘 强行求先的话 要么丧命 要么破财 李修明自是不怕破财的 不止把自己十几年存的私房钱都交给了道士 还偷偷从家中保库中搬出一些奇珍字画交给道士 最终用这些从道士那里换得了一枚灵丹 道士给他测算了服用灵丹的良辰吉日 良辰吉日久久不到 半个月过去了 李修明的父母见儿子只破财 别的方面毫无静静 让其兄长去找道士询问情况 其兄长要求道士展示先法 道士答应 说自己最擅长的先法 就是净化污秽之术 能够将剧毒净化成无害 并向兄弟两人展示 小白鼠服之历史的剧毒是怎么在被他净化后 让人吃了一点事都没有的 李修明看完大为赞叹 其兄长却表示 没看清 让道士再来一遍 这一遍 在道士净化之前 兄长眼疾手快地将道士自己准备的药 偷偷换成了贺鼎红 道士净化完毕 服药 倒地不起 李修明试探道士呼吸 不敢相信 道士就这么死了 正当此时 道士饲养的白狐 前来寻找道士 李修明重新看到希望 盲称狐纤 白狐开口回应 李修明放下心来 连忙告知白狐道士的状况 白狐绕着道士的尸体走了几圈 李修明的兄长 射中狐狐狸 虽有狐皮阻隔 小女孩重见不深 但伤及骨肉 小女孩痛得冷汗淋漓 兄长连忙带小女孩去医馆救医 所幸救治及时 挽回一条人命 兄长询问小女孩和道士的事情 从小女孩磕磕绊绊的叙述中 兄长得知 他和道士在雷雨夜难晚 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李修明 道士原本不是道士 只是个辩戏法的 破妙本来就是辩戏法的和小女孩的据点 自打偶然发现李修明出现于此后 辩戏法的带着小女孩 暗中观察了李修明好几天 发现李修明对寻仙之事极为执着 又下山至郡内 多方打听李修明的信息 见他家财丰厚 这才起了设计欺骗的心思 兄长在问小女孩身世 小女孩自幼被道士收养 不知亲生父母何人 李家父母见小女孩可怜 决定将其收养下来 李修明经此一世 失魂落魄 假的 都是假的 数日后 在亲友的开导下 他精神状态恢复 绝口不再提寻仙 问道之事 人也变得务实了很多 李家父母深感欣慰 十年后 小女孩长大 出落得婷婷玉丽 嫁与李修明为妻 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清朝年间 蔡周有个名叫吴宇晨的年轻书生 他幼年丧父 和母亲相依为命 母子俩住在村子里 靠村民们的接济过活 为了改变现状 吴宇晨用功读书 是要考取功名 报答母亲和帮助过他的村民 吴宇晨十分争气 二十出头便考上了举人 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这年开春 准备充足的吴宇晨离开家乡 奔赴京城 准备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此次外出 居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来到京城后 由于城内的客店都已经住满了 吴宇晨只好出城到附近寻找 好在城池以南五十里处 有个小山村 村里的客店还有多余的房间 吴宇晨便来到此处落脚 据考试开始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吴宇晨闲来无事 就到村子里闲逛 客店老板是个年过五旬的中年男子 性格和善 见吴宇晨对村子好奇 便主动当起了向导 为他介绍村落 两人在路过村口的大槐树时 碰到了一个身材沟楼 骑着毛驴的老妇 那老妇满头银发 可精神很好 看见二人立马挥手打招呼 可原本笑盈盈的老板 却立马沉下脸 一脸厌恶地拉着吴宇晨离开了 老妇也没介意 露出一抹苦笑 骑着毛驴离开了 吴宇晨一脸猛 便转头询问老板 为何不搭理他 老板淡淡道 年轻人 你最好还是少跟着村子里的人来往 老儿不死是为贼 是人是鬼都不好说 言罢 老板便回到了店里 不再多说 可这却勾起了吴宇晨的好奇心 他便在夜里提着好酒好菜 来到老板房间 酒过三旬 老板也打开了话匣子 告诉了他有关村子和那个骑毛驴老妇的事 那个老妇姓赵 是个老寡妇 据说他年轻时妖艳异常 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追求者更是多如牛毛 可赵氏婚后没多久 就克死了自己的公公婆婆 以及丈夫 后来一个云游道士路过 说他是八音命格 命中客人 注定孤独终老 消息传开后 他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 生活也越来越艰难 道士健壮 心有不仁 便魄力将其收为弟子 由于赵氏本就是八音命格 道士便教会了他沟通鬼神的方法 自那以后 赵氏就在村里开了个白室铺子 专门替死人办事 挣死人钱 许多达官贵人得到消息后 纷纷前来求助 不惜花重金 也只想见识去的亲人一面 靠着这个能力 赵氏挣到了不少钱 久而久之 其他的村民眼红 也想利用此法挣钱 便主动找到赵氏 希望他能够将自己的本事交给他们 赵氏自然不同意 他告诉众人 沟通鬼神本就是一件逆天而行之事 只是因为他体制命格特殊 才没有事 普通人若是强行学习 只会阴气入体 导致身亡 可村民们显然不信 便招法逼他传授 赵氏实在没办法 只好将沟通鬼神的方法 交给了他们 可谁也没想到 当天夜里 所有学习此法的村民 全部暴毙身亡 且没有任何征兆 自那以后 村民们对赵氏敬而远之 再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了 而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 也都选择了外出务工 如今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 且大都是那次意外死去之人的家属 不过他们的精神都不太正常 因此还是少接触为好 吴雨晨听后一脸震惊 他本不相信鬼神之说 可老板讲得有鼻子有眼 他不免有些怀疑 第二天一早 吴雨晨来到村口闲逛 在路过一座小桥时 他又碰到了赵氏 想起老板说过的话 吴雨晨不免有些心计 默默地低下了头 假装你没看到他 与其擦肩而过 可就在这时 身后却忽然传来了赵氏的尖叫 他回头一看 赵氏居然失足 从桥上掉了下去 当时桥上和岸边的人也不少 可看到落水的赵氏后 纷纷扭头离开 选择了视而不见 吴雨晨见状 也顾不上其他 立马纵身跳进了河里 费力就回了溺水的赵氏 两人回到岸边 吴雨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赵氏却一脸平静 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他 随即淡淡道 公子不顾危险 拯救老身 救命之恩不可不报 公子可有什么愿望 老身定会全力相助 吴雨晨笑着白白手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您不必放在心上 言罢 吴雨晨起身就想离开 赵氏却上前拉住了他 公子身负大气运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金银对你犹如泥土 公子肯定已知晓我的事迹 这样吧 你给我七根头发 我送公子一场机缘 也算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还望公子不要拒绝 吴雨晨见他态度诚恳 一脸和善 实在无法拒绝 只好点头答应 赵氏健壮 立马上前拔下了他的七根头发 随即淡淡道 公子 夜里睡觉不要关门 切记 切记 言罢 赵氏吹响口哨 一头毛驴从远处跑来 他骑上毛驴就离开了 回到客店 吴雨晨只觉身心俱疲 脱下湿衣服后 他倒头便睡 屋门也忘记了关 迷迷糊糊中 他好像看到一道黑影 钻进了自己房间 当他在睁开眼的时候 自己的怀里 居然多了个年轻貌美的少女 少女一脸娇羞地看着他 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 叫吴雨晨一阵心动 可他的并未失去理智 而是一把推开少女 询问他到底是谁 少女显然没料到自己会被推开 微微一愣 可很快便微笑道 奴家名唤子秦 是当朝力部主师的独女 此番前来就是特意伺候公子的 公子可莫要拒绝奴家 吴雨晨听后大吃一惊 吴雨晨听后大吃一惊 力部主师的女儿怎么回来找自己 还主动投怀送抱 他猛地想起了肇事 莫非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吴雨晨没有理会子秦 而是公身行礼道 子秦小姐请自重 你还是快快回家吧 在下择日定会登门拜访 子秦却假装没听到 直接躺在床上不走了 这可把吴雨晨给难坏了 就在吴雨晨束手无策之际 一阵鸡鸣传进耳中 他猛地从梦中惊醒 子秦也消失不见了 吴雨晨这才发现 原来一切都是梦 他坐在床边 一脸苦笑 可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却没曾想 一切才刚刚开始 自那以后 吴雨晨每天夜里都会梦到子秦 子秦也不再得寸进尺 而是陪着吴雨晨在梦中聊天 二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感情也日渐加深 当得知子秦的父亲 强行给他安排了婚事后 吴雨晨一阵低落 子秦见状微微一笑 放心吧 我才不会嫁给凡夫俗子 你这人倒还有趣 你要是上门提亲 我倒是能够考虑考虑 吴雨晨听后又惊又喜 随即正色道 他日功成名就 我定会主动登门提亲 子秦听后欣喜万分 可有担心他名落孙山 便随口提道 要不这样吧 我劝爹爹给你开个后门 这样定能万无一失 怎料吴雨晨听后脸色骤变 用如此龌龊之法考取功名 绝非君子所为 我寒窗苦读十几年 学来的知识 怎能用来干这种偷鸡摸狗知识 子秦小姐莫要再提 子秦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眨眼间半月已过 科考临近 吴雨晨心态平静 发挥极好 果不其然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高中榜眼 并亲自被圣上任命为通判 功成名就后 吴雨晨立马按照约定 前来拜访了吏部主事 并坦白了自己和子秦的关系 还说要娶其子秦为妻 吏部主事听后一脸震惊 他并未言语 而是直接带着吴雨晨 来到了女儿子秦的房间 一进屋 他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药材味 床上躺着的正是子秦 而在一旁熬药的 居然是村子里的寡妇肇士 立部主事告诉吴雨晨 三年前 他想把子秦许配给户部尚书的独子 可子秦誓死不从 结果忽然患上了重病 昏迷不醒 成了活死人 为了救女儿 立部主事请来了 能够沟通鬼神的灵婆赵氏 赵氏说 子秦并非生病 而是灵魂离开了身体 只有等有缘人出现 才能让其灵魂归位 唤醒子秦 如今 子秦已经昏睡三年了 仍旧没有要醒的意思 吴雨晨听后大吃一惊 若真是如此 那梦中的子秦 又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沉睡了三年的子秦 忽然发出一阵咳嗽 随即缓缓睁开了双眼 在场人惊喜万分 立部主事更是激动地 差点昏死过去 苏醒后的子秦 缓缓扭头 看向了床边的吴雨晨 露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 就在这时 赵氏拉着吴雨晨离开了房间 并从怀里掏出了两人形娃娃 一男一女 上面分别写着子秦的名字 和生辰八字 以及吴雨晨的名字 和生辰八字 而娃娃的身上 则缠着赵氏 从吴雨晨头上拔下的那七根头发 赵氏告诉吴雨晨 其实子秦的昏迷 完全是他的手笔 当年子秦不愿稀里糊涂嫁人 就找到了赵氏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 并找到自己重义的郎君 赵氏答应了他 便用隐魂术抽出了他的部分灵魂 使其肉体陷入沉睡状态 之后三年 赵氏一直在帮子秦 寻找他的心仪之人 直到那日吴雨晨出现 要走他的七根头发 就是为了施展隐魂术 此术就是道士交给他的 也是能够帮他沟通鬼神的方法 利用隐魂术 赵氏暗中让子秦的灵魂 和吴雨晨的灵魂相见 吴雨晨过真 喜欢上了子秦 而子秦也对正直勇敢的吴雨晨 十分满意 如今是了 赵氏便唤醒了沉睡的子秦 让两个有情人终于相见 后来 吴雨晨迎娶了子秦 并将母亲接到了身边抚养 至于为二人牵线的赵氏 也被吴雨晨接到了身边 成为了大家庭的一份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幸福美满 0 2 2 感谢观看